今天来教你香菜经典菜系 毛式红椒肉 准备一斤半的五花三层肉 切成大块 冷水下锅煮 煮开之后把血水捞出来 你要是不捞起来 等一下遇到冷水不好清洗 过水的作用就是把血水煮掉 这样煮起来色泽更亮 不易黑 先别开火 50克清水 30克油 100克白糖或者冰糖 加水可以让糖快速融化 不易浇浮 加油是为了让它色泽更亮 不易粘锅 全程开小火烧至这种深沼色 看到表面起大泡 用开水一次性冲下去 冲水的速度一定要快 不然会崩到脸 开大火煮三分钟 煮至糖水融化 再倒出来 这是红烧肉和卤水 必不可炒的糖色 锅中下油 把五花肉炒至表面有点焦黄 这是红烧肉肉制紧密 回而不腻的关键 准备葱 姜 八角 桂皮 干辣椒 把这些食材的香味炒出来 加两勺刚才炒好的糖色 下一瓶啤酒 生抽 盐 扣盖转小火烧40分钟 一般烧到筷子仍穿透就熟了 起锅前门火收干汤汁 色泽更亮 味道更佳 记得点个小红心 下次找作品比较方便 搭配一些烫熟的西凉花 你以为这样子更好看吗 不 这样子吃起来更解腻 最后淋上红烧肉汤汁 色泽更亮 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 我还有600多道详细的美食教程 我相信总有一道适合你